昨晚在东哈林区发生了一起撞车逃逸的事件 一名骑自行车的人遇难 调查人员说事发地点在东129街 一辆奔驰轿车在撞上了多个工地障碍物后倒车 导致一名正在公园大道上的骑自行车的人死亡 死者现年42岁 警方说肇事的车辆随后逆向驶入麦迪逊大道 撞上了一辆因红灯在等候的车辆之后进入东128街 肇事车辆的司机和两名乘客汽车逃走 有消息指这名司机在这一之前 曾因在布朗市闯红灯而逃避一群罚警的追捕 民众若有任何线索 请致电1800577TIPS 或发短信TIP577至Crimes 或登陆网站nypdcrimestoppers.com 为警方提供线索 昨天早上皇后区部分A线地铁停摆数小时 导致纽约市多达10万名通勤者 在早晨交通高峰期陷入窘境 无法按时抵达上班的地点 大多汇集运署解释道 造成该事故的罪魁祸首 是盗窃铁路沿线同制电缆的小偷 皇后区洛克威大道和Broad Channel之间的A号线地铁 于周二晚间和周三晨间运营服务中段数个小时 MTA称 直接原因是小偷倒戈了靠近霍华德海滩地铁线的沿线 12个地点约500英尺的同制电缆 MTA主席卡门称 全线31英里长的A线停摆 迫使洛克威A线的乘客们不得不乘坐免费接驳车去上班 卡门说MTA正与纽约警局交通调查部密切合作 协助他们调查该盗窃犯罪活动 以尽快抓捕罪犯 据悉盗窃于周二夜间11点30分左右作案 使得当时以列曼哈顿方向的列车 在临近霍华德海滩站时失去动力中断行驶 当时列车上大约有150名乘客 MTA工人只好带领停摆车上的乘客 进入另一轨道上的列车中才得以脱险 随着亚裔人口的增长 纽约警队中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东方面空 这一趋势使得纽约警队更加多元化 正当纽约民众欢庆亚太传统约之际 另一个显著趋势也引起社会关注 自本世纪以来 亚裔警员人数正呈现大幅增长态势 统计数据显示 纽约警队中亚裔人士的数量 比15年之前的三倍还要多 2000年时 全市仅有629名亚裔警员 占总人数的1.6% 目前这一数字已经暴涨至2100人 从华裔到巴基斯坦裔 众多来自东方的年轻面孔 正在增加纽约警方的多元色彩 即将于今年7月毕业的 纽约警察学院新一届的学院中 亚裔人数之多 已经超乎很多人的意料 他们已经与非裔毕业生的总人数起骨相当 而且其中有86名亚裔男性 远远超过了非裔男性的61人 不过略显美中不足的是 亚裔女性憧憬者仍然稀少 警方高层表示将采取措施 吸引更多的亚裔女性入列 增加警队的多元化色彩 根据纽约本地资讯网站DNAinfo的消息 纽约云顶世界赌场 将关闭前不久刚投入使用的冷饮酒吧 这个酒吧在上个月曾发生恶性斗殴事件 这个酒吧于上个月开张当天 发生了因顾客口角而导致的大规模恶性斗殴事件 警方表示 案发时现场聚集了数百名民众 斗殴者互扔椅子 场面非常混乱 三宇斗窝的嫌犯有三人被捕 而就在本周二 云顶世界赌场的停车场内 发生一起枪击案 一名女子被前男友枪杀 这名男子随后在与警方的交火中被击毙 台湾桥委会为协助华侨 保存在海外打拼奋斗的珍贵文化与记忆 自即日起开始征求海外华侨 将珍藏的历史文物集收藏 以数位典藏方式收集 送交国客会数位典藏项目 约华侨文教中心28号举行记者会 宣布乔偶会为促进华侨相关文物保存与研究 呈现海外乔社 乔社及个人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 自2015年起推动建构海外华侨文物 数位的典藏计划 征求海外乔包提供具有历史文物的数位党案及文物背景资料 华侨文教中心主任王益阳表示 希望华侨自行将主题物件以电脑存档方式收藏之后 再将档案用电子邮件寄到纽约乔教中心邮箱 我们希望有在那个 他提供的那个照片的档案型号 能够在300DPI以上 或者话数一千万话数以上的数位党 那做成影片党的话 我们希望他是AVI格式的影片党 如果他能够自己做数位的话 他数位完了之后 给我们 我们会给国家数位典藏计划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数位的话 他可以透过我们实际派人 或者是他把东西带过来 我们帮助他做一个典藏 会中主任王益阳 也向媒体记者展示了 由侨胞提供的国父孙中山 当年芝加哥与党员同志开会 及抗争战争时期珍贵的历史照片 据介绍 凡海外侨胞 持有包括华部唐人街金与席 国父与华侨 百年侨校 百年会馆 及台湾会馆等主题的文物或照片 都可向纽约乔教中心联系 文物提供者需为版权 所有者 而且同意无偿提供 敲误会增长 询问电话为718-886-7770 华语电视剧人阳战天 纽约参访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